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小财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波硬货 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非常刚确的东西 也是大家秋冬问的比较多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彭森的折叠足浴盆 这款盆子非常非常的平价 其实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挑了几款贵一点的 但是综合用下来它的性价比还是最高的 虽然说也有缺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从外观上看 它的颜值是没得说的 奶黄奶黄的加上这个很简约的设计 就是比较招人喜欢的 折叠的时候也是比较顺畅的 不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折叠好了之后 它的高度是差不多8厘米的样子 是比较好收纳的 放在桌底或者是缝隙都是可以的 然后它是很温48度的 就是说你不管是加冷水还是热水进去 它加热到48度之后 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温度了 那说到这里的 就要说到它的一个缺点了 因为它整个盆只有一个按钮 就是它的开关 所以它不像有一些比较贵的足异盆 是有一个按钮可以去调节它 挤挡温度的 这个它就只有一个温度 就是48度 所以当我们觉得热了的话 要手动去关掉开关 觉得冷了的话 就要再打开继续加热 这个是有点不太方便的地方 但是话说回来 因为我泡脚的时候 只会泡20分钟左右 所以实际使用的时候 也只会按一次开关 就是觉得温度OK的时候 关掉就可以了 不会说一直关了开开了关 但是对于比较喜欢泡时间长一点的同学来说 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太方便了 然后我觉得父母辈的 可能就会比较喜欢这样的 因为它操作很简单 就一个按钮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可能也是因人而异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展开之后的高度是21厘米 水是刚好没过脚踝的 如果说想要泡到小腿肚就不太行了 所以对于这一点上有要求的准备 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大家了 然后安全性能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是水电分离的系统用的是多层绝约的PTZ发热体 安全是比较有保障的 而且对比市面上的折叠主意盆来说 这一款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平价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两款保温杯 因为去年的款今天没有生产了 所以又给大家重新挑了两款 而且这两款也是根据大家的喜好来选的 因为有的姐妹会跟我说 可不可以不要选太素雅的颜色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了一款伊格鲁的弹钙保温杯 这一款它就是色彩明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每一款上面都做了一个撞色的设计 颜色鲜艳一些的 就会看起来比较有活力一点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提扣 把它打开就可以拎起来 也是比较方便的 它下半部分是一个硅胶的防花底座 上半部分是一个磨砂的质感 整个手感摸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里面的内袋也是316不锈钢的 大家应该知道316它是一用级的不锈钢 就是要比304的安全性能要更高一些 然后另外一款就是这个墨系的拿铁保温杯 它就是比较日式的小清新风格 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矮矮胖胖的非常可爱 然后还送了4张贴纸 也都是很好看的 它这个外表是那种光面的 就是摸起来有一种糖瓷的感觉 内胆它是304不锈钢的 这款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再倒进去热水12个小时之后 还能达到60度的水温24个小时之后 还能达到40度 我之前把它俩放在一块测温 就是下午3点倒进去热水 大概是96.5度这样 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 是过去17个半小时了 墨系的这款温度还在53度左右 还是有点烫手的 伊格鲁这款是在32度左右 它就是一个温水了 两款保温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像一般的保温杯 大概在12个小时之后 它可能已经开始变凉了嘛 当然这两个价格也是不同的 这个在79块钱这样子 然后墨系的这款就要贵一些了 但是对比某宝来说 我们给大家团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低了 所以这两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去选择 接下来是咱们秋冬必不可少的身体乳 这款是Cheer Mode 其实我之前并没有觉得这个身体乳它有多厉害 觉得就是普通的身体乳啊 直到有一天我的手脱皮干裂到 就像龟壳一样就还蛮严重的 然后我就连续擦了它三天 每次洗完手都擦 每天睡前也擦 居然好的差不多了 所以它在我心目中的高度一下就到达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去仔细研究了一下它的成分表 就除了水之外排在第一位的是角鲨丸 角鲨丸它是在深海鲨鱼的肝脏中提取的一种物质 它的质地是比较轻的 所以它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 所以它的保湿和滋润力度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排在第三位的是尿素 尿素就是可以软化皮肤防止我们手脚干裂的 如果说你是有皮炎的话你去到医院里 医生也会给你开一些含尿素的软膏去治疗 所以光是这两样加在一起 它就已经可以很好的保湿和修护我们的皮肤了 然后它里面还加了各种果油 都是可以修护滋润皮肤的 预防水分的流失 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哈 虽然我觉得它不油 但是我觉得它刚擦上去的时候是会有一点点黏的 然后我们试了五个品牌的身体乳 就是滋润度不错的 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黏感 但是不会持续很久 所以如果是特别这一年的姐妹 你们就要慎重选择了 然后他们是和世界顶尖的香料公司合作的 所以每一款的香味也都是还不错的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亭中菊树 新出的那个月下眉里 我反而觉得一般啊 但是香味这个东西每个人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嘛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两款比较健康的零食 第一个就是这个月浓部落的黑芝麻丸 这个我一口气能吃掉四五颗就觉得还挺好吃的 因为它的甜度并不是很高 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配料就是黑芝麻 黑米 黑豆 蜂蜜就没了 没有任何添加剂 也不用担心会长胖 而且它里面的黑芝麻成分是超过95%的 咬下去就是软软的 然后吃到嘴里就是满满的黑芝麻香 非常的纯正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油 有一些姐妹可能会不太习惯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袋子里面正常的油度就是这样子的 真正品质好的芝麻 在制作过程中经过晒和蒸才会出油 所以它的口感才不会过于干 然后我觉得它的湿润度也是刚刚好的 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但是特别怕油的姐妹就不要买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我给它吃一盒 它打开之后一看这个袋子里有很多油 它就丢到一边去了 所以说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接受度来选择哈 最后一个就是三酱的荞麦片 它是和川大研究院共同研发的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苦桥 苦桥里面是有一种抗性淀粉的 就是在我们吃进去之后 会让我们的生糖变得比较缓慢 而且它是肺油炸的 里面的蔬菜水果也都是冻干的 所以是比较健康的 虽然说它是苦桥 但是它一点都不苦哈 我们直接泡牛奶或者是拌酸奶都是很好吃的 特别是它泡了牛奶之后 会让我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就在我们老家有一种东西叫做米泡 可能在你们的地方会叫做炒米之类的 就是在我小时候我们会把大米上 爆米花那样烘烤之后变成米泡 然后再泡上一杯白糖水 这就是一份很好吃的零食 这个泡完牛奶之后就特别像我小时候吃到米泡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在里面的 如果说你们吃过类似的东西 一定也会很喜欢它的 就是一种小时候的幸福的记忆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转赞平衡火筛生活的里有才 关注我让你的生活更有才